好 哈喽小伙伴 到了今天跟大家去讲解拆解这辆腾翅500的一个拆解过程 怎么说呢 这个车呢 我们感受呢 虽然说是在这个是一个比亚迪跟奔驰的这样一个合作的产品 但是呢 里面的确还是有很多类似啊 感觉像奔驰那种所谓的设计风格吧 还是跟大家简单一样说一样拆解 这个呢也是有几点是比较难拆的 所以咱们现在静带一会儿去看一下前杠是怎么拆下来的 好 请跟大家去说一下前杠是怎么拆下来的 首先呢 当然呢 我们已经都拆完了 首先下面是有几个常规的螺丝 就下面有几个常规的螺丝 这个不太多数了 需要拆下来的 然后上面是有这样一个盖板是需要拆下来的 但是拆这个盖板的时候需要注意啊 上面的确有几个螺丝啊 常规螺丝我就不说了 后面有两个需要注意一下的 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呢 是这个东西 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是这样的 在下面的 是这么通过来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弹簧 弹簧我在那边那边扔着呢 我就不给大家看了 然后呢 是有这样 这个东西呢 是 OK 大家看一下啊 是这样连上的 看没有 是这样连上的 你是需要先把这个给挑开 挑开以后呢 把这个给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 然后再把这个给拆下来 那小伙伴会问 哎 说为什么不能直接拆了呢 是因为 大家看到啊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是之前是插在这块的 OK 对 是插在这块的 如果你不把这个拿下来的话呢 这边你是很难去动作的啊 所以说呢 要把它给拿下来 把它给拿一下 那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 这个东西的作用呢 是用来紧急的去解 这个前面的充电口呢 是用来解充电口的 当然呢 我们之间的节目也跟大家去聊了 好 就是前面这一个盖板 当然呢 除了这盖板之外呢 还有这样一个大家伙 所以就是这个充电的口啊 这个呢 之前是这样的 然后呢 非常不幸的啊 大家 如果说你要想拆前盖的话呢 必须把这上面所有螺丝 有大螺丝 小螺丝啊 全部都给拆下来 拆下来以后呢 不动 然后这个盖就拿下来了啊 然后这个充电啊 这个是必须要拆的 OK 好 拆完这个以后呢 就是常规的侧边的一些螺丝 那记住啊 这个呢 这个底章 这块是有两颗螺栓的 是有两颗螺栓的 就是这个盖子板的固定 是有两颗螺栓的固定 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 OK 好 两个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就是跟我们前天日的那辆V朗 什么有像 很像啊 它的这一个卡子 看到没有 这个卡子 又跟它大灯是一体的 而且这个卡子是非常大的 而且这个卡子是非常长的 尤其是在这边这两个 这个呢 你在往下吞的时候呢 还是要注意一下 我建议还是从下面 从下面 主要是有空间的 然后拿杆锥呢 稍微的挑一下这个啊 轻轻的把这个挑开 这块是有难度的 所以说要注意一下 就是因为 还是有话说 因为这是ABS塑料的 这个是很脆的 如果说你要是搞不好的话呢 会把它给弄碎啊 弄碎完了以后 就是整个灯要全换 好 这就是 前面拆前杆的一个过程 然后两边拆了以后呢 前杆就拆了 当然了这个东西呢 前杆相信啊 很多小伙伴是不会自己搞的 只是跟大家去讲解一下 相信呢 如果说有这个修腾制 这个车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去跟注一下 好 我们进来说上后杆 后杆的这边是比较简单的 第一 首先是 后面那灯是完全不用拆的 后面那灯是完全不用拆的 然后常规的 这边有两个卡口是需要拆掉的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 这边是有一个螺丝 是需要拆掉的 然后这边就没有什么了 然后呢 这个后面是非常好拆的 基本上单人就OK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螺丝啊 这边记住啊 这边有一个螺丝 然后呢 相应的位置 这边有一个螺丝 然后就是这边 这边有卡子 往上面一拖 下面有几个常规的啊 就后面后杠是很简单的 后杠是很简单的 后杠是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了 好那现在呢 来说一下前门 这个前门呢 跟别的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首先大家看到啊 它前门呢 是有三颗螺丝 而且大小是不一样的 这边有一颗螺丝 在这边位置 然后下面是有两颗螺丝 拆完这两颗螺丝以后 拆完这两颗螺丝以后 整个前门就没有螺丝了 记住是没有螺丝的 然后记住去拆这个门板的时候 这个门板是做的是超级的紧 是超级的紧 而且它的这个卡扣 大家看不见啊 它的这个卡扣 这也特别的紧 而且这个卡扣的位置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卡扣的位置是比较靠里的 是比较靠里的 因为大部分车的这个固定位置呢 是比较靠边的 基本上一拆 就能下来了 但是这个大家看到 第一呢 首先它旁边还是有一道的 密封的这种橡胶条 而且呢 它这块是特别软 这块是比较软的 除了这个软之外呢 就是它的这个缝隙 是卡得非常近的啊 就是基本上也是 拿那个手电看一下 挑开一个头以后 用满力 把剩下都给拆下来 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是呢 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橡胶条 这个橡胶条 跟其他车车是不一样的 大部分的车橡胶条呢 是比如日系车 是挂在上面的 而美系车呢 是有一些卡子 而这辆车啊 这辆车 咱们不说德系啊 咱们就说是这辆车 这辆呢 它是 看见没有 这边是有几个 小卡是塑料的 东西是一样的 你无论是往后装 还是往下拆 记住是 直接这样 往下蹬就可以了 直接往下蹬就可以了 不用去挂 不用去挂 直接往下蹬 我一开始还 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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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那么多 当然对于我们大白说而言 还是要有义务或者是我们想 把我们的拆解过程 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 好 这就是这辆层指500的拆解过程 那我们接下来的车 再见 再见